很像 這幫打再來球的下緣 來到了右外野方向 宋承睿接殺出局 走在高的位置 第四七三陣掉了蘇智傑 今天這個高的位置好像有很多選手都會選擇出棒 那很多不太好打的位置 雖然今天蘇智傑有全球打 但這個打擊很明顯是被高球的吊中 推方的速度確實趕不上 右旁邊的滾地球 飛手接到之後王一蕾來送 完成了第三個出局數 六局上局的時候召喚兩邊的中的出來對決一下 場上莊智傑是遭到了三陣 最後背了一個比較偏低的變化球的吊中 有些人的滑球 阿明平時都還有在投球 一百三十幾都不是問題 不知道金鳳敢打得到 呵呵呵 硬是把球帶到了右半邊 最後是四傳三的出局 雖然傳的有點低阿 但新元旭接的精彩 對 接球之後重線也壓得很低阿 已經擠壓到了在右半邊 唉唷 新元旭 球總有沒有看到 球總有看到吧 攻守兩端的表現都非常的理想 我們進廣告 好 待會再回到台中洲際棒球場 大家好 我是中信兄弟詹子嫻 想跟我一樣在周際棒球場上打球嗎 你的機會來了 中信兄弟夏令營回來了 名額有限 快上官網報名喔